第31章 凝行 踏影之星级平定 上 尽管穆恩并未给自己这小无赖徒弟什么见面理 但当众人悄然离开天宫宁的时候 周围青还是鸟枪换炮了 原本的紫辰宫换成了一张黑色的大宫 紫辰宫的个头就够大的了 竖在地面上足有一米五 可现在他身上需要横跨鞋背的黑色大宫 要是放在地上就足有两米高了 和上官宾二的清零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张黑色大宫是罗克迪送给周围青的 那家伙虽然喜欢喝酒和耍流氓 但说话还是算数的 但令周围青无比郁闷的是 这张黑色大宫竟然有八十多斤重 足足是以前紫辰宫的四倍 那宫衔之力拉着 比霸王宫也轻松不了多少 以他纯力量增幅的身体素质 也需要调动一些天力增幅 释放出体珠 才能将这张黑色大宫拉成满月 穆恩告诉周围青 这张黑色大宫名叫黑尘宫 市面上根本见不到 乃是用千年星辰墓所致 乃是除了体珠宁形弓以外 射成最远的硬弓了 用来打熬力气 锻炼筋骨再合适不过 还好 他们并不是用腿赶路的 出发的时候 华峰直接带着他们 上了一辆不知道什么时候 停在外面的豪华马车 这辆马车几乎是普通客运马车两倍大 外面相经欠欲 极尽奢华智能事 就是显得有些俗气 由四匹高头大马拉着 马车内四臂内衬 都是不知名的皮毛 宽阔的椅子就像沙发一般 相当的舒服 这辆马车 就算坐十个人都不会觉得拥挤 老师 你们太奢侈了 这马车要多少钱 嘴上虽然这么说着 但周围青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这么舒服的马车 要是能带着几个美女畅游天下 简直是人间美事啊 就外外面的样子 嚣张了点 听周围青提到马车 慕恩脸上顿时流露出粪粪之色 这马车可不是我们的 是华峰这家伙的私人财产 你以为这是白做的吗 根据路程不同 这死要钱的家伙 是要收入费的 每次任务的分红 起码有五分之一 要被他这马车搜刮去 华峰坐在靠里面的位置 听了慕恩的话 哼了一声 老无赖 你说话可要凭良心 你们坐我的马车 难道不该给钱吗 要知道 我这马车的车架 都是钛合金的 还有专门的减震系统 长途乘坐 不但速度比我们步行要快 而且更能最好地 保持大家的精力 用在任务上 而且 我收你们的钱 也不只是马车的费用 还有任务中的消耗品 你们要是愿意负责这些 我无所谓 慕恩信信地别过头去 一边的罗克迪 手里拿个酒瓶 斜靠在椅子上 行了 老无赖 你和你那宝贝徒弟 刚敲了老子的大烛杠 老子还没说什么呢 慕恩反手 就是一个暴力敲在他头上 小流氓 这里就你年纪最小 你是谁老子 罗克迪怒道 放屁 臭不可闻 你徒弟不是人 华丰老大徒弟不是人 他们比我大吗 寡言少语的韩默 冷冷地看向罗克迪 你再吵我就把你扔下去 罗克迪没好气地道 是老无赖先惹我的 你怎么不扔他下去 韩默淡淡地道 我打不过他 但打得过你 一个巴掌拍不响 扔你下去就足够了 欺染怕硬 小默默 我记住你了 罗克迪一脸地郁闷 大口大口地喝着酒 但总算是安静了下来 这辆马车有专门的车夫 看上去四十多岁 一脸憨憨的样子 没跑两个时辰 马车会停下来 让马休息一下 每天最多跑七 八个时辰 华丰并没有夸大 虽然是长途旅行 但坐在这样的马车上 绝对是一种享受 在马车下面 还有一层暗格 巨大的暗格中 装着各种食物 还有大量的监食 周围轻无意中 敲了敲马车的车壁 他就明白 就算是自己用霸王宫来设 都未必能设的 开着全部用钛合金铸造而成的马车 他完全无法想象 这辆马车的造价 究竟要多少钱 心中也不由得 有些幸灾乐祸起来 反正现在自己和冰儿都没分红 自然也不用扣钱了 至于这次执行的任务 谁都没向他们解释过 周围轻和上官冰儿 只是隐约知道 这次任务 是要在斐利帝国 什么边境地方执行的 只用了七天时间 乘坐着豪华马车 他们就已经来到了天宫帝国 与斐利帝国交界的地方 马车继续向前 进入了一片山谷地形 虽然这里 已经由人工开凿出了一条通路 但却并不算太宽敞 上次周围轻和上官冰儿 前往斐利帝国的时候 走的并不是这里 而是另一条静歇的小路 而这次 他们有马车在 就只能选择 这相对宽阔的道路了 周围轻正闭着眼睛 修炼自己的天力 突然间 只听拉车的骏马 一连串的长鸣 还有车夫急促停车的吆喝声 马车似乎停了下来 华峰缓缓睁开双眼 连看都没向外面看 向摩恩道 老吴赖 生意来了 你带着小微去吧 摩恩眼睛一亮 嘿嘿笑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小微 跟我下车 而其他几人 几乎同时 流露出一脸的愤愤之色 就连一向面无表情的韩墨 也不例外 罗克迪一脸讨好的道 老吴赖 要不要兄弟帮忙 摩恩瞪了他一眼 帮你妹 而罗克迪回给他的 则是一根竖起的钟指 周围轻疑惑地 跟着穆恩跳下马车 老师 怎么回事 穆恩嘿嘿一笑 道 赚钱的机会来了 华峰很给面子 这也算是他给你的见面礼吧 我们这位老大 可是比鬼还精明 你以为他 为什么把马车外面 弄得这么艳俗 那可是有目的的 就在穆恩说话的同时 前面传来一声大喝 待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过此路 留下买路才 不留买路才 管杀不管买 抢劫的 周围轻也是聪明人 瞬间就明白了 刚才穆恩话语中的意思 他们竟是 以着马车的豪华 来吸引人抢劫 这种主意 恐怕也只有 这群变态想得出来了 马车的门在后面 两人绕过马车 只见前面 已经被一群强盗拦住了 正面大约有20多人 手持兵器 两侧的山坡上 还各有10多人 手持弓箭对准着他们的方向 这些强盗穿着 统一的蓝色镜装 为首一人 竟然还穿了一身板甲 显然是有组织 有规模的 为首的强盗 看上去40多岁的样子 一横手中大砍刀 一辆马车 你们就赶过我们清风岭 胆子不小啊 俗话说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车上财物留下一半 剩余的你们可以背走 这马车和马匹 也留下 归老子了 穆恩哭丧着脸 甚至身体还有些哆嗦着 上前两步 一脸愁苦的道 这位强盗大哥 你看我们老的老 小的小 要是没了这马车 你让我们如何赶路啊 求您开开恩 就放我们过去吧 车上的一半财物没问题 这马车留给我们如何 那强盗手里脸色一变 妈的 你叫谁大哥 老子砍死你信不信 你他妈的比老子 起码大哥20岁 竟然叫老子大哥 老子有那么老妖 周围清冷眼旁观 明显感觉到穆恩的呼吸 变得急促起来 原本一脸卑微的样子 也略微变了变 周围清心中一乐 他知道 自己这位老师 最讨厌的就是 别人说他老 臭小子 正面的闺女 两边的是我的 这为首的 记得给我留着 动手 穆恩被那强盗手里激怒了 也懒得再废话 周围清点了点头 道 好 一边说着 他已经飞快地摘下 背上黑尘弓 体内天力运转 本命珠释放而出 拉弓搭剑 那坚韧无比的黑尘弓 瞬间弓如满月 剑尖直指前方 那强盗手里明显愣了一下 他显然没想到 对面这一老一小 竟然还敢反抗 射死他们 两侧山坡上的强盗弓箭手们 顿时张弓放剑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穆恩动了 周围清手中的黑尘弓弓弓弦 也已松开 嗡的一声 与剑宛如一道黑色闪电般 一闪而逝 那位嚣张的强盗首领 只觉得自己耳边一热 似乎有什么东西掠过 紧接着 耳轮上就是一阵剧痛 而在他身边的强盗 瞬间就倒下去四个 而黑尘弓射出的羽箭 在先后穿透这四人的身体后 远远地飞了出去 周围清都吓了一跳 这黑尘弓也太给力了 单论射程和穿透性 恐怕一点都不比自己的霸王宫差 也就在这个时候 剑如雨下 集中朝着周围清和穆恩传射而来 穆恩动了 周围清根本就没看清楚 自己这位老师是如何行动的 仿佛只觉得有一道灰色的身影 围绕在自己身体周围 滴溜溜一转 下一刻 穆恩手中就已经多了二十多根羽箭 第31章 凝形 踏印之心急平定 中 穆恩仿佛是杂乱无章一般的信手 将这些羽箭甩飞 可这些箭却像是长了眼睛一般 惨叫声此起彼伏地响起 两侧山坡上的强盗弓箭手们 竟是没有一个能逃脱的 全部被贯穿咽喉倒地 要知道 从两侧山坡俯视他们这边 起码也有五十码左右的距离 穆恩却只是凭借手甩出的箭 就命中了二十几个目标 这是何等难度 这是周围清第一次看到自己 这位老师出手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被震惊了 扑的一下 周围清屁股上挨了一脚 穆恩没好气得到 愣着干嘛 找死啊 赶快去收拾了前面这群 跑一个就没你钱分 不许用弓箭了 一边说着 周围清前一刻 还握在手中的黑尘弓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跑到了穆恩手中 直到此刻 对面的强盗们 才算是醒悟过来 就算是脑子再笨 他们也明白 眼前这马车 不是那么好抢劫的 强盗首领顾不得耳朵疼痛 怪叫一声 风紧 扯呼 掉头就往山上跑 这些强盗 显然不是第一次逃窜了 这一跑起来 竟是没有一个 朝着同样方向逃的 周围清得到穆恩的提醒 又脚猛然蹬地 整个人已经窜了出去 他明白 穆恩不让他用剑 显然是要检验一下 他的实战能力 自己丢人没事 可不能给老爹丢人啊 一想到这里 周围清体内血液 不禁有些沸腾起来 在他右脚蹬地的时候 地面上顿时发出砰的一声 连穆恩都被吓了一跳 而周围清的身体 却已经如同箭矢般飞了出去 速度之快 使得穆恩脸上 不禁流露出一丝惊讶的光芒 几乎只是身形一闪 周围清就追到了两名强盗身后 这些强盗的素质 最多也就是和普通士兵差不多 遇到他这天诛师 那还能有好 双手各自抓住一名强盗的脖子 向内一合 顿时两个强盗的头撞在一起 全都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 周围清身体一翻 左手一挥 一道黑芒 已经是电射而出 直奔那些强盗密集处飞去 紧接着 他身体在闪 凭借着右腿强横无比的爆发力 一个接一个强盗 被他打晕后扔了回来 而另一边强盗较为密集处 十二名强盗 瞬间就被黑暗之处席卷 拉扯到了一处 唯有那强盗首领速度飞快 显然是有几分本事的 已经上了山坡 周围清当然不能让他跑了 两次发力 就已经追了上去 探手向那强盗首领抓去 强盗首领仿佛脑后长了眼睛 正在狂奔的他 突然右脚 在前面山石上用力一塌 身体回旋 手中大砍刀 直奔周围清横扫而至 近风呼啸 分明有天力蕴含其中 他本身练有两重天力 只是没能觉醒本命珠 故而能成为 这伙强盗的首领之一 可惜 他遇到的却是一名天珠师 大砍刀只是挥到一半 清光闪烁中 这位强盗首领 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动不了了 紧接着 周围清一只手 抓在他的前巾之上 天力迸发 这名加上铠甲 总重量超过二百斤的强盗 就被他那么甩了出去 直飞二十码 滚落在山道之上 千万不要忘记 周围清可是纯力量体重 从周围清抱起 到所有强盗 全部落在路中央被控制住 只不过是十几次呼吸的功夫而已 不论是穆恩 还是车内掀起窗帘观看的众人 谁也没想到 他能这么快解决战斗 华峰眼中光芒一闪 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周围清则已经回到穆恩身边 老师 你们太坏了 竟然拿马车勾引强盗来抢劫 再来个黑吃黑 穆恩这时候正站在那强盗首领面前 一脚一脚地跺着这家伙 嘴里还愤奔地喊着 让你说老 让你说老 周围清看得在一旁心里直抽抽 真狠啊 饶命 大爷饶命啊 那强盗首领惨叫连连 想要反抗 却偏偏提不起力起来 周围清的风之束缚 可不是他这种飞玉诛事的人 那么快就能解决的 穆恩看了一眼不远处 那被困在一起的十二名强盗 臭小子 你第一个踏硬的黑暗技能 不会是黑暗之处吧 周围清道 老师 您果然是见多识广 穆恩没好气地道 见多识广个屁 难怪你老子 把你色来天公赢了 你知不知道 你爹地巴珠踏硬的 就是这个技能 他估计是没脸教你 老周那家伙也有今天 这回 你可以名正言顺 成为我们变态天堂中的一员了 你本身就是个小变态 穆恩一把抓起地上的强盗首领 你们老挝在哪里 带我们去 大约半个多时辰后 十几名灰头土脸的强盗 背着一袋袋的金币 在穆恩和周围清的监督下 将金币放在马车下层的暗阁里 临走的时候 穆恩还不忘拍拍 拿强盗首领的脸 记得啊 下次在地底下攒够了钱 继续打劫我们 一根根语剑 完全是从穆恩手中射出的 所有强盗无一例外 全部毙命 老师 钱我们都拿了 为什么还要杀了他们 周围清毕竟年纪还小 眼看穆恩如此杀人不眨眼 不禁有些胆寒 穆恩哼了一声 你懂什么 这些强盗 难道只会抢劫我们一拨人吗 用你的猪脑想想 如果我们没本事打过他们 结局会怎么样 这些家伙杀个十次也不为过 两人重新上车 罗克迪已经凑了过来 老无赖 捞了多少 穆恩没好气得到 这群穷鬼 一共还不到一万金币 没有御诛师坐镇的强盗 能强到哪里去 希望后面运气好 能遇到不人多的 华峰道 不要欲求不满了 三七分 记得有我三成 穆恩哼了一声 道 你这个吸血鬼 华峰嘴角处 流露出一丝优雅的微笑 没我的马车 就你这模样 强到都不会抢你 小维 你黑暗属性踏硬的第一个技能 是黑暗之处 那么 你是准备以后 走强控路线了 周围清愣了一下 什么叫强控 他这一问 穆恩不禁捂着眼睛 靠在椅子上 含末眉头微皱 高升则是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罗克迪道 不会吧 小维 身为周大元帅的儿子 你连什么是强控都不知道 谁教你的天猪知识 上官宾儿红着脸道 是我教的 周元帅是后来才知道他 觉醒了本命猪 没来得及教他 我们就来天公营了 话锋道 简单来说 每一名玉珠师在修炼的时候 都会选择一条最适合 自己属性的方向进行修炼 譬如 火属性玉珠师 一般都会选择覆盖性攻击 风属性玉珠师则是选择灵活攻击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闽攻 而我所说的强控 则是指的 以在战场上 尽可能控制敌人行动 和攻击为目的的修炼 你现在所拥有的黑暗之处技能 就是一个典型的控制类技能 而且还有增强感知等一系列附加效果 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如何踏硬成功的 但我不得不说 我们都没见过第一个技能 就能踏硬到如此极平的 周围清道 营长 我一直都没太弄明白 这些踏硬技能 还有体珠宁形是怎么区分的 不是都能随着本命珠数量的增长进化吗 画风温和的道 这其中当然是有区别的 不论是体珠宁形 还是一珠踏硬 评价它们的价值 都要从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是可成长性 你说的没错 每个技能都可以不断地进化 宁形的装备也是一样 但是 进化程度的大小 却完全不一样了 每多一枚本命珠 进化程度越大的 也就越好 比如说 你踏硬一个市集天兽得到的技能 当它进化时 进化程度是一 而尊级天兽的技能 进化程度就是二 踪迹甚至是四 因此 在踏硬宫中 就有这么一项服务 凝形 踏硬星级评价 就是说 评价你所踏硬 和凝形的能力的强弱 评价的星越多 自然也就是越好的技能 最低是一星 最高是十二星 譬如 你这黑暗之处 在拖硬宫的评价中 就是典型的八星级技能 一般来说 十级天兽出 一到三星技能 遵级天兽出 四到六星技能 踪级天兽出 七到九星技能 至于九星以上 那就只是天诛师 才有可能接触到的了 所以说 几株修为的御诛师 至少就要 踏硬到几星的能力 否则的话 就无法将 自身修为发挥出来 像你这种 只是一株修为 却踏硬到了八星技能 而且还是 控制性的八星技能 我们谁都没见过 一般来说 我们在评价技能的时候 所有控制类技能 都会在原有的基础上 多上一星 所以 黑暗之处名为八星 但却足以和九星技能媲美 就像凝行装备中 凡是拥有镶嵌孔 可以镶嵌一珠的装备 也会在原本评定上 多加一星 可以说 星级评定是 衡量一名御诛师 或者是天诛师 未来成长潜力的 重要标准 第31章 凝行 踏硬之星级评定 下 昨天我对宾儿现有的能力 以我的经验 进行了简单的评定 宾儿的体珠凝行 两个装备中 无声追踪时 可以评定为三星 有些可惜的是 这个凝行装备 对于我们来说 作用相对小了一点 而预风靴的评定 则至少有六星 如果宾儿将来能够修炼到 九珠宗级巅峰 甚至可以凭借 这预风靴预风飞行 再加上镶嵌孔 她这预风靴 甚至评价到七星 也不为过 是风系天诛师 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而她的一珠踏硬 第一个技能锋刃 却只是一个二星技能 成长性就弱了些 不过幸好 只是踏硬了一颗一珠 听着华丰的话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周围青身上 周围青眨了眨眼睛 向后缩了缩 你们都看我干啥 罗克迪黑黑一笑 道 自然是要给你这小子 也平定个心急 华丰正色道 小维 虽然你现在已经是 天公营的一员 但我们绝不勉强 我只是希望能够 让大家都了解到 你所拥有的能力 这样一来 在进行战斗的时候 才能更好地进行配合 周元帅肯将你送到天公营来 相信你也明白 他对我们的信任 天公营 永远都会是 天公帝国的守护者 周围青看看上官宾二 再看看穆恩 穆恩有些无奈的道 给他们看看吧 好奇心害死猫 你们几个小心 心脏受不了 哼哼 罗克迪美好气地道 老无赖 不吹牛逼 你能死吗 老子心脏好得很 出奇的 穆恩这次没有反驳他 只是看着他 冷笑了几声 半个时辰后 正在急驰着的马车中 突然间 后面的车门打开 紧接着 一道身影就从里面飞了出来 准确地说 应该是被踹了出来 罗克迪愤怒的声音 从马车内传来 他妈的 谁变态啊 你变态 你这混小子最变态 哈哈 我可怜的心脏啊 受不了了 羡慕嫉妒狠 毫无疑问 这个被从马车踹下来的悲剧难 正是周围青 在进行了他所有能力的心急平定后 整个车厢内都已经充满了剧烈的心跳声 连穆恩都不例外 然后他就被一致通过踹下来了 据说是为了增强他的身体素质 要多运动 多锻炼 你们就是赤果果的极度 周围青一脸郁闷地跟在马车后面狂奔 他身上还背着那沉重的黑尘弓 当周围青露出自己的便食猫眼一珠时 当时车厢内的气氛就变得无比诡异了 正在喝水的高声 一口水喷在了韩沫脸上 滑风望了 身在马车之中 吃惊地站起身 结果头撞上了车顶 韩沫张着嘴 结果高声喷过来的水被他喝了一半 现在还在干呕 罗克迪抽了自己一巴掌 因为他实在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结果力道没控制好 半边脸肿了 等周围青爆出自己一个个技能之后 除了上官冰儿和他本人之外 在座的其他人全都是脸部极有抽搐 要不是他们修为不弱 说不定就中风了 在这种情况下 周围青不被踹下车才怪了 星级平定的结果是 霸王宫平定为七星 如果算上镶嵌孔家一星的话 是八星 一珠踏硬的星级平定中 风之束缚评价八星 掌星雷评价七星 空间平移 因为是保命技能 评价直接就是九星 黑暗之处评价八星 邪恶吞噬评价不明 绝对迟缓评价不明 用华风的话来形容就是 周围青一珠所踏硬到的技能 比周大元帅八珠级别 踏硬到的全部技能都好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 斐力帝国出现了一幕奇景 一辆豪华马车在前面飞驰 后面跟着一个衣衫褴褴的青年 不断狂奔 二十天后 斐力帝国北疆 看到前面这片 被大雪覆盖的森林了吗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 在这片森林中 猎杀一致名为 冰破天雄的踪迹天兽 取得它的天河 以及熊皮 熊掌 熊胆 天河是什么 皮肤明显黑了几分 但精神却比以前好了 很多的周围青问道 从昨天开始 周围青终于被允许 不再跑步了 也换上了身心衣服 这一路从进入斐力帝国跑下来 他整个人的精神气质 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身材似乎又长高了几分 看上去虽然依旧是一脸憨厚 但偶尔凝视某处时 眼神中就会锋芒毕露 一路狂奔二十天 先不说别的 最大的好处就是天力的修炼 在全速赶路的情况下 五大死穴必然是全力运转 吸收空气中的天地原力 补充自身 他这不死神功修炼的速度 本就比一般功法快上不少 一路跑过来 周围青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那第五重天力 已经蠢蠢欲动 似乎快要能冲击 不死神功第二篇第一学了似的 有了不死神功第一篇的经验 周围青隐隐知道 这不死神功每一篇的第一重 似乎是最容易冲击的 但却是最难成功的 完蛋吗 除了天力的持续提升之外 还有两个好处 那就是 让他将自身纯力量体珠 与自己身体更好的结合 除了邪魔右腿 现在已经能够完全协调之外 他现在对于自己体珠提升的力量 与自己身体力量的结合 有了长足进步 只需要一年一动 天珠与身体 就能配合着 将力量释放出来 再不像以前那么生硬死板了 站在周围青身边的穆恩道 天和只会出现在 终极初阶以上的天兽身上 天兽也拥有天力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 与我们的天力没什么区别 当它们的实力突破综极后 就能由无形化为有形 凝结成宛如内丹一般的存在 我们称之为天和 天和如果给相应属性的御珠师使用 那么 不但可以在修炼的过程中 大大提升修炼速度 更能够帮助修炼者 在进行本命珠分裂的时候 快速完成 再有就是 你那霸王宫之类 带镶嵌孔的凝形武器 不但可以镶嵌你的一珠 也可以镶嵌同属性金和 比如 你的霸王宫 如果镶嵌一枚力量型天兽的金和 那么 它的威力 就会大幅度增加 天和能够自行吸收空气中的天地原力 补充自身 很难损毁 当你不需要的时候 还可以把它摘下来 周围青听得眼中光芒大亮 这么多好处啊 那我们还等什么 多弄几个天和 穆恩怒道 笨蛋 闭嘴 真丢人 除了华蜂之外 天公营另外几位成员 都像看白痴一般 看着周围青 自从知道了周围青的属性之后 这几个家伙 充分向他展现了 什么叫赤果果的嫉妒 有机会就会用言语来打击他 罗克迪阴阴阳怪气地道 多弄几个天和 你以为这玩意儿 是大白菜啊 说弄就弄 你知道踪迹天兽 有多么危险吗 以你老爹的实力 一对一面对踪迹天兽的时候 还要属性相克的情况下 估计能勉强对抗 一只出阶踪迹天兽 否则的话 我们用来这么多人吗 华蜂道 准备行动吧 根据雇主所说 在这片森林中 生活着至少二十只兵破天雄 穆安 你护着小微 兵儿 你跟在我身边 我们这就进森林 一边说着 他已经走到马车旁边 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按了几下 顿时 一阵喳喳的激括声响起 马车最底层两侧个 弹出一个大抽屉 里面放满了东西 天公营众人速度飞快地换装 一会儿的功夫 每个人身上都多了一件 带着怪异横纹的暗红色皮甲 这皮甲不只是护住上半身 同时也护住它们关节和一些重要部位 包括一个小的头套 同时 每个人身上至少背了两张弓 背后都是一个巨大的剑弧 华峰 罗克迪和慕恩还好些 这剑弧也就装了二百只剑的样子 而寒墨和高升的巨大皮质剑弧 几乎将它们整个背部都遮挡住了 周围青粗略估计 里面也要有五百只剑 剑弧下面一部分装上饮水 和一些干粮 不急 一身装备搞定之后 景称利落 而平时都十分懒散的天宫营众位 此时的目光 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冰冷了 周围青站在上官冰儿身边看着 不知道为什么 当天宫营众人穿上他们那身皮甲的时候 他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体内涌起一股淡淡的嗜血气息 情绪上也莫名其妙地多了几分高傲 周围青和上官冰儿 都没有那种专门的剑弧 每个人戴上 普通的四个剑弧二百只剑 再加上一些补给物品 一行七人 悄悄地进入了眼前这片已经是隶属于万寿帝国境内的森林之中 老师 你们身上这皮甲 是什么东西做的 怎么看上去 样子怪怪的 周围青中就还是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穆恩嘿嘿一笑 道 傻小子 这可是宝贝 龙皮 周围青顿时瞪大了双眼 龙皮 真的有龙这种生物存在吗 第32章 冰破天雄 上 龙皮 真的有龙这种生物存在吗 听了穆恩的话 周围青顿时大吃一惊 穆恩道 当然有 哪怕是刚出生的小龙 那也是踪迹天兽层次的强大天兽 成年的龙更是天兽中的霸主之一 别的地方龙很少见 唯有我们此时踏足的这万寿帝国之中 龙形天兽的数量可是不少的 要不怎么说是天下抗万寿呢 我们这些皮甲 是当初几乎清净所有 购买了一张很大的龙皮 量身定做了七套 这玩意儿不但重量轻 而且防御力极其惊人 对于普通天兽还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乃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周围青黑黑一笑 道 那龙皮还有剩余的吗 穆恩怎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美好气得道 有个屁 有多余的我们 早做成全身装了 这时 华峰的声音从前面传来 保持安静 众人悄然进入森林之中 脚下厚厚的积血 足足超过一尺身 行走起来十分困难 天气也格外的寒冷 周围青身上穿着厚实的棉衣 而上官冰儿却反而只是穿着单衣 他不时地看向周围青 柔和的目光看得他心里痒痒的 之前周大元帅给周围青那件生日礼物 名叫雪残衣 轻薄贴身 不但是护身内甲 而且还能调节人体温度 此时虽然在这冰天雪地之中 上官冰儿也不觉得寒冷 就是因为周围青把这件雪残衣送给他了 用周围青自己的话 叫做定情信物 而上官冰儿当时也并没有反驳 可惜 悲剧的是 当着这么多天公营强者的面 他就算想和上官冰儿亲热 都没机会 一进入森林 罗克迪就悄无声息地不见了综艺 华蜂走在最前面 两侧分别是高升和寒墨 穆恩走在最后 上官冰儿和周围青在中间 前行大约半个时辰后 罗克迪悄然回反 此时的他 哪还有平时醉眼朦胧的样子 眼中金光四射 向华蜂道 老大 我搜索了附近大约五公里范围内 没有任何发现 根据雇主提供的情报来看 这片冰破森林中生活的 是从族群中被驱逐出来的冰破天雄 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天兽 恐怕早就被冰破天雄吓跑了 华蜂点了点头 这次任务本身很简单 难点在冰破天雄自身的强大 你继续向前探查 我们直线前行 一边说着 华蜂用一根羽箭 在雪面上画着一道道线条 罗克迪连连点头 两人商量片刻后 罗克迪再次消失 罗克迪走后 在华蜂的要求下 众人催动天力 全速前进五公里 然后再将速度降下来 周维钦发现 华蜂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让伙伴们的实力 始终保持在最佳 以便于随时应变 一直向内深入 众人连续走了两天 前行速度很慢 在森林中 每天他们前行只有30公里左右 最忙的人 无疑是罗克迪 只有他不断地在外游走 周维钦曾悄悄问过穆恩 为什么要走这么慢 答案很简单 为了安全 在这种生活着 踪迹天兽的大森林中 不用多 只需要三只以上的 踪迹天兽 很可能就会让他们 全军覆没 所以 罗克迪才会不断地 在外侦查 不但要寻找 冰破天雄的踪迹 同时也是为伙伴们开路 一旦发现不对 众人就要立刻转移 冷眼旁观之下 周维钦发现 虽然在这冰天雪地中 已经寻觅了两天 甚至连一口热饭 都没吃过 但天宫营的众人 却没有丝毫焦急之色 最大的天敌就是寂寞 一名优秀的杀手 最优秀的品质 就是耐性 华峰如是说 终于 在第三天接近中午的时候 罗克迪满脸兴奋地 带回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就在距离他们 四公里左右的地方 华峰沉声道 流氓 你确定 就只有一只冰破天雄吗 罗克迪点了点头 道 我发现 这只冰破天雄之后 立刻勘查了周围数公里范围 再没有发现 第二只冰破天雄的踪影了 这只落单的冰破天雄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似的 体型壮硕 肯定是成年的 幸好现在是冬天 虽然它不用像普通熊类那样进行冬眠 但感知也并不强 华峰当机立断 沉声道 既然如此 立刻行动 大家记住 最短时间内 击杀冰破天雄后 我们立刻远盾 流氓 你负责骚扰 高升 寒墨 你们两个负责技能打断 我负责要害攻击 说到这里 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穆恩身上 老无赖 正面就靠你了 穆恩点了点头 听了华峰的任务分配 周维钦不禁大为吃惊 以自己老实这瘦小枯干的样子 竟然负责正面抵挡 自己没听错吧 华峰似乎看出了周维钦的想法 微笑道 小维 稍后你和冰儿躲在远一点的地方 不用出手 负责建议我们撤退 不要奇怪我的安排 穆恩会让你看到他真正实力的 他会告诉你 什么叫无敌一百码 带着内心的疑惑 众人在罗克迪的带领下全面提速 几公里的距离转瞬极致 前面的罗克迪突然慢了下来 向后面比了个手势 华峰示意大家降低速度 同时摒弃宁神缓缓前行 果然 向前不远 在掠过几株粗壮的松树之后 他们此行的目标就出现在众人视线之内 两百多码外 一只有着漆黑毛发的巨熊正趴在地上 两只前找袍罩地 不知道在找些什么 看到这家伙 周围青和上官冰儿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周围青虽然在踏硬宫中 见到过踪迹天兽 但那里的天兽 都是被封印住的 一个个老实的不得了 根本没有太大的视觉冲击 但这只冰破天雄 却是另一个概念 这家伙身长足足超过了六米 此时不断地抬起上身 再用一双厚重的熊掌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发出咚咚的声音 哪怕是在二百多码外 众人也能感受到大地的颤抖 冰破天雄背脊上 有一道巴掌宽的白色毛发 一直延伸到尾部 身体周围隐约有一层淡淡的冰雾围绕着 因为是背对着众人 除了体积巨大以外 周围青感觉 他也和普通熊类没有太大区别 莫恩细微的声音 在周围青耳中响起 每一只踪迹天兽 都可以说是一名强大的天猪师 这冰破天雄 本身是力量型天兽 它的属性有两种 冰和风 在踪迹天兽中 也是相当难缠的一种 防御力更是惊人 你和宾二从这里上述 不论待会发生什么情况 都不要轻举妄动 明白吗 周围青点了点头 嘿嘿一笑 道 安全第一 我懂的 此时 华峰轻轻挥手 手指做出一连串的动作 根本不需要语言交流 一众天公营的强者们 就动了起来 罗克迪从侧面绕出 华峰 高升和寒墨 分别朝着三个方向移动而去 只有莫恩 抬起右手 释放出了自己的体柱后 正面朝着那只兵破天雄走去 周围青和上官兵儿 此时的心情都不禁紧张起来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 见到猎杀天兽的场景 而且还是一只强大的踪迹天兽 周围青直指上面 一只手搂住上官兵儿 纤细的腰肢 腾身而起 上了树 上官兵儿只是白了他一眼 却并未进行任何反抗 反而是乖巧地 靠在他怀中一动不动 周围青不禁心中大喜 紧了紧搂住他的手 在这冰天雪地之中 闻着上官兵儿发现的清香 还有一场大战可看 他不禁大为满足 之前二十天跑步的郁闷 在这一刻 似乎也是荡然无存了 另一边 天宫营众人已经展开了行动 一根翘无声息的羽箭 从极其刁钻的角度 朝着冰破天雄飞去 目标竟是他的耳朵 毫无疑问 对于任何生物来说 眼睛 耳朵这种地方 都是相当脆弱的 但是 眼看着那根羽箭即将命中的时候 突然间 一层淡蓝色的光芒 从冰破天雄身上绽放而出 扑得一声轻响 羽箭被那突然出现的淡蓝色光照挡住 泛起一圈光晕 吼 冰破天雄怒吼一声 虽然没被射中 但他却被激怒了 猛然一扭头 目光已经朝着羽箭 飞来的方向看去 他这一侧过头 远处的周围青和上官冰儿才看到 这只冰破天雄的眼睛是冰蓝色 眼神中充满了血腥和杀戮的气息 冰冷的目光 仿佛有冷电闪过一般 5 冰破天雄身体周围的空气 突然变得急促起来 狂风骤起 将他身边的鸡血带起 宛如龙卷风一般 四散纷飞 那风雪所过之处 只听一阵咔嚓咔嚓的刺耳声传来 直进50码范围内 所有的树木 竟是被一扫而空 化为碎片四散纷飞 第32章 冰破天雄 中 好聪明的天兽 上官冰儿忍不住说道 他被偷袭之后 竟然知道 先清除周围障碍 好让自己更容易发现敌人 更让敌人无法近身 难怪老师说 踪迹天兽 已经拥有相当不俗的智慧呢 就在他这边说话的功夫 战场上已经出现了变化 一道刺目的红光 就那么悍然冲入了风雪之中 狠狠地撞击在冰破天雄身体周围 那蓝色的护照上 发出一声强烈的轰鸣 周围轻注意到 这闪耀着红色光芒的一剑 与之前偷袭的一剑 正好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身高达到6米的冰破天雄 顿时被吸引地转过身去 因为这第二剑的威力 明显比第一剑要强 冰破天雄怒吼一声 又前着猛然在地面上一拍 积雪飞溅 大量浓郁的蓝光冲天而起 化为成百上千道冰锥 朝着之前攻击发出的方向 急飞而去 刺耳的破空声 就像是上百名长弓手骑射一般 就在这时 一道青色的龙卷风 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那 大片冰锥的必经之路 从强度上来看 那冰锥与相比的 但是 它的作用却并非抵挡 而是改变这些冰锥飞行的轨迹 这是风的力量 明显是划风出手了 此时 穆恩已经走到了 冰破天雄一百码之内 只见他右手上 代表着力量与敏捷的体珠闪烁 一张通体漆黑的巨型长弓 已经凝结成形 紧接着 又是一根闪耀着 淡金色光芒的羽箭凝行完成 剑搭在弓弦之上 就在他拉弓的时候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穆恩并非是直接将弓弦拉开 而是做出了一个 令周围青和上官冰儿 都无法理解的动作 右手拉弦不便 但握住弓身的左手 却迅速将手中黑色大弓旋转了一周 也就是360度 黑色大弓的弓弦也是黑色的 随着弓身的旋转 整个大弓也瞬间张开 周围青清楚地看到 穆恩手指拉住的弓弦处 已经凝成了一个螺旋状 将羽箭的剑杆缠在其中 如此怪异的射箭方法 周围青和上官冰儿 还都是第一次见到 要知道 弓弦是极硬的 这样拧弦过来 对手指的负荷何等巨大 更何况 羽箭在拉弓的时候 是卡在弓弦上的 穆恩这么一来 在发射羽箭的时候 羽箭就会旋转着射出去 这样还能控制得了 发射的方向吗 大量的疑问 几乎瞬间 重斥在周围青和上官冰儿心中 两人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穆恩 看他想要干什么 就在穆恩拉弓拧弦的时候 另外四个方向 不断有羽箭射向冰破天雄 每一次都是在他准备 朝着一个方向扑出去的时候 立刻就被相反的方向攻击 结果就成了 他那庞大的身体 不断在原地滴溜溜乱转 弄不清该向那个方向攻击才好了 但是 冰破天雄 毕竟是拥有了一定智慧的踪迹天兽 远非普通天兽所能比拟 在短暂的犹豫之后 他已经做出了选择 就要认准一个方向扑出去 也就在这时 穆恩的弓弦响了 那是一种奇异的声音 不是射箭时的立效 而是宛如旋风出现时的乌乌声 周围清赫然看到 穆恩这一剑射出 并不是笔直的一根羽箭 而是一团乌光 那旋风的乌乌声 也随着羽箭的飞出 越来越强烈 轰 正准备扑出去的冰破天雄 被这一团黑光撞击在身上时 令周围清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 之前天公营四名强者 不断从不同方向射箭 都未曾让冰破天雄 晃动过半分的身体 在穆恩这一剑之下 竟然被撞击得向后跌退树部 身上护体的蓝光明显削弱了许多 那一声剧烈的轰鸣之中 冰破天雄的注意力 顿时被全部吸引到了穆恩身上 爆破效果 这分明就是爆破效果 确实比自己霸王弓 强了不止一筹的爆破效果呀 周围清完全可以肯定这一点 吼 吼 冰破天雄仰天怒吼 两只前爪同时拍下 轰然巨响之中 鸡血宛如浪涛一般朝着穆恩这边奔涌而至 周围清分明看到 在这冰破天雄 刚才被穆恩射中的位置 仿佛有一点红色的血迹 老师这一剑竟然让他受伤了 穆恩在那一剑射出之后 人就已经动了起来 他的身体瘦小 此时就像一只在冰雪世界中的雪梨 一般灵巧 侧向一扑 整个人就已经悄然消失在了冰雪之中 连一只注意着他的周围清和上官冰儿 都没看清楚 他是如何消失的 冰破天雄掀起的强烈风雪 自然也就没能命中在他身上 但是 穆恩这一击也充分激怒了冰破天雄 冰蓝色的双眼中怒光暴射 庞大的身体向下一拳缩 紧接着猛然扑起 他那么庞大的身体 竟然在雪地中带起一道虚影 转瞬间横跨白马 所过之处 就算是之前没有被风雪摧毁的树木 也被他撞击得支离破碎 就在冲事将近的时候 冰破天雄身体猛然直立 两只前爪闪耀着夺目的蓝色光彩 轰然砸向地面 令周围青和上官冰儿窒息的一幕出现了 当大帝伴随着冰破天雄这一杂 发出轰鸣的时候 以他身体为中心 直进五十码范围的地面上 无数根密集的冰刺瞬间涌出 这些冰刺每一根都高达三米 尖端极其丰锐 毫无疑问 在这个范围内有任何生物的话 恐怕身体都会被瞬间刺穿 显然 之前冰破天雄也失去了穆恩的踪迹 拉近了与穆恩之间的距离 再释放出这范围形的强悍攻击 目的就是要将穆恩一击避杀 太猛了 周围青心中暗叫一声 上官冰儿更是捂住了自己的嘴 唯恐自己尖叫出来 强大的力量瞬间迸发 恐怖的气息在这一刻席卷出 那些从地面凸起的冰刺 闪耀着森寒的光辉 但穆恩却依旧是红飞鸣鸣 显然是没有被命中 也就在冰破天雄发出这强力一击的同时 天宫营强者们的攻击也终于全面开始了 一团团红光 一道道暗影铺天盖地般 朝着冰破天雄击射而至 目标只有两个 冰破天雄的耳朵和眼睛 毫无疑问 以他们的攻击力 想要击杀冰破天雄 就只有这两个位置才有可能 冰破天雄愤怒地咆哮着 巨大的身体猛然掉转 但是 那些箭矢就像是长了眼睛一般 不论它如何变换身形 却始终针对着它的耳朵和眼睛 这样一来 虽然冰破天雄有那护体光照防御 但它的视力和听力 还是被大大的骚扰了 就在这时 旋风呜呜的声音再次响起 趁着冰破天雄上身直立起来的刹那 一团乌光 狠狠地撞击在了冰破天雄下身的位置 轰然巨响之中 以冰破天雄那么巨大的身体 也被撞得一个裂浅 冰破天雄前一刻还在连连怒吼 但被这一箭撞上之后 它的吼叫声却是嘎然而止 瞪大了眼睛 做出一个十分人性化 双手捂住下体的动作 嘴张得大大的 就像是嗓子里刚刚卡住了一根鸡毛似的 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周围清怀中的上官兵儿清脆一声 红着脸低下头不好意思再看 周围清却像那冰破天雄一样 瞪大了眼睛 因为他突然明白了 之前天宫营众人不断地攻击 冰破天雄的眼睛和耳朵 竟然都是虚招 为的就是 让他将更多的防御力放在头部 慕恩这突然的一箭 才是最为重要的 竟然射中了冰破天雄防御相对薄弱的下身 那位置 就算是剑被挡住了 但那强横的冲击力 也够冰破天雄喝一壶的了 猥琐 这真是太猥琐了 竟然射人家那脸 正在这时 周围清突然觉得自己怀中动了动 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 从自己胸前钻了出来 有些不满地 呜呜叫了两声 正是小白虎肥猫 这小家伙最近这些天特别可睡 还是不肯吃东西 之前被周围清揣在怀中睡得正香 周围清却把他给忘记了 紧搂着上官冰儿 自然是挤到了这小东西 他这才醒过来 不满地探出头来 两只可爱的小前爪 用力抓在周围清肩膀上 很是艰难地爬了上去 趴在他肩膀上 正好看到冰破天雄霜 找五只下体 连叫都叫不出来的样子 更为诡异的是 天公营一众强者们的攻击 在这一刻突然停了下来 令这森林之中 出现了短暂的宁静 哦 如果一只熊口中能发出狼嚎来 这要承受多么巨大的痛苦 才会出现啊 眼前这只冰破天雄就是如此 在短暂的僵持之后 他口中一声惨嚎 紧接着 他那原本冰蓝色的双眼 瞬间变成了血红色 无比狂暴的气流 从他体内席卷而出 青色与蓝色的光芒 就像是颈喷一般轰然乍响 他的身体就像是一团飓风 无比狂暴地疯狂攻击着周围的一切 哪怕是距离两百多马外 周围青和上官冰儿也能清晰地感觉到 致命的威胁似乎正在朝着自己这边涌来 第32章 冰破天雄 吓 傻小子 下来 跟我来 穆恩的声音在树下响起 周围青赶忙带着上官边 从树上跳下去 老师 你那一件太狠了 周围青一看到穆恩 就忍不住有些下身发紧 穆恩嘿嘿一笑 道 你记住了 一个人的实力再强大 也是有弱点的 天兽也是如此 赶快跟我走 这家伙进入狂暴状态了 起码要折腾半个时辰 一边说着 他带着周围青和上官冰儿 远远地撤出五百多马外 只是静静地听着 远处冰破天雄的动静 但是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 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 周围青尖头的小白虎肥猫 瞥了一眼远处那只陷入疯狂中的冰破天雄 眼中流露出了一抹不屑 穆恩带着两人来到安全地带 这才有些得意洋洋的道 老师那两件厉害吧 周围青和上官冰儿 由衷地点了点头 以冰破天雄终极中间的强横修为 面对穆恩那样的两件都要受伤 可想而知 他那两件的攻击 有多么强横了 穆恩嘿嘿一笑 这是我独创的拧弦法 只适合力量型的御珠师 可惜我力量不够 只能拧弦一周 不然的话 威力会更大 不过 这种设法极难控制 更不容易认准 拧弦圈数越多 威力越大 但控制也就越难 当天兽遇到生命威胁的时候 有时候会产生狂暴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天兽是十分可怕的 他们将自身潜能完全爆发出来 能够在短时间内 将自己的战斗力提升到几倍 有点像那些拥有邪魔变的天诛师 不同的是 在狂暴状态下 天兽还是拥有一定灵智的 以我们个人的实力 想要击杀者冰破天雄 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的防御力太高了 因此 我们就必须要让他进入虚弱状态 唯有如此 我们才会有机会 天兽狂暴之后 会有一段很长时间的虚弱 你们明白了吧 周围青和上官兵儿同时点头 毫无疑问 这种在战场上的讲解 更能令他们记忆深刻 看上去天宫营一众强者们 只是分散开来 骚扰式的攻击冰破天雄 可实际上 他们射出的每一箭都有着目的 始终不让冰破天雄 认准一个对手进行攻击 并且还将他激怒 那种地方被射到 不陷入狂暴状态才怪呢 可以说 天宫营众人根本没有过多的消耗 就令冰破天雄陷入了虚弱状态 半个时辰的功夫 一会儿就过去了 恐怖的破坏声渐渐低沉 一声尖笑随之响起 穆恩向两人比个手势后 全力加速 朝着冰破天雄的方向而去 周围青二人也快速跟了过去 当他们看到森林内的情形时 不经心脏纠结 方圆数百码内 到处都是一个个深坑 各种树木的残枝四散纷飞 那只巨大的冰破天雄 此时正趴在地上 胸前剧烈地起伏着 在他嘴里 还咬着一只小冰破天雄 不远处还有两只 咬在他口中的那只 不断滴着鲜血 显然是不活了 另外两只倒是还在蠕动 这三只小冰破天雄的体积 都和周围青的小白虎肥猫差不多大 应该是刚出生不久的 显然 这只成年冰破天雄 之前砸地面时 就是在找他们 不好 快动手杀了他 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有小冰破天雄在 毫无疑问 附近还会有成年的冰破天雄 眼前这个家伙 应该是给竞争对手绝后来的 第一个动手的是穆恩 领衔法在线 一箭狠狠地轰击在了 那只冰破天雄头部 这大家伙身体周围的护体光照 已经消失了 被穆恩这突如其来的一箭 顿时射的头部上扬 皮毛炸开 就在这时 一道清光顺闪 这清光十分奇异 后面竟然拖着十几米长的光尾 就在那冰破天雄抬头后的 瞬间消失不见 完全没入了他的眼睛 最终绝杀的位置 还是选在了这里 扑的一声 那巨大的冰破天雄 身体剧烈颤抖起来 他当然不想死 他心中充满了不甘 可是 他的头部 已经被划封这绝杀的一箭 完全贯穿了 浓烈的天力波动 不断从他身上释放开来 终于 他那庞大的身体 还是如同推金山岛屿柱般 狠狠地砸在地上 鲜血从眼睛 口鼻之中狂跑而出 这么一只强大的踪迹中 接天兽 还是就此死于非命 树道身影闪电般窜了过来 根本没有多余的废话 天宫营一众强者 全都忙碌起来 他们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 处理完这里的事 迅速离开 周围青和上官兵 无所事事地凑了过来 以他们的修为 自然帮不上什么忙 上官兵儿走上前 一手一个 将那两只还活着的小兵破 天雄抱了起来 这两个小家伙 眼睛还没睁开 确实是刚出生不久 身上还是细细的小绒毛 那样子看起来说不出的可爱 只是被挖出来以后 冻得有些瑟瑟发抖 上官兵儿想脱掉 自己的外衣位 他们取暖 但一想到 里面只有内衣了 翘脸一红 不禁带着几分恳求地 看向周围青 小胖 我知道你最好了 周围青无奈地张开大衣 来吧 一个也是睡 三个也一样是睡 呜呜 小白虎不满地叫着 呲牙咧嘴的样子 很是凶恶 显然是在不满 那两只小兵熊和他争地盘 周围青呵呵一笑 道 肥猫 你的领地意识还挺强啊 你怎么也比人家大吧 还和人家争 你好意思吗 一边说着 抬手弹的小白虎一个暴力 而上官兵儿 已经一脸欣喜地 将两只小兵破天雄 塞到了周围青怀里 免疫一果 这两个小家伙 顿时不发抖了 只是 周围青的脸色却变了 因为 他突然感觉到 两张湿湿的小嘴 在自己胸前吸呀吸的 看着周围青突然变得 古怪起来的表情 上官兵儿不禁疑惑地问道 小胖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周围青赶忙打道 他总不能告诉 上官兵儿事实吧 这也太丢人了 更何况 吸他两口 总比自己老婆 被这两个小流氓熊吸 损强得多 华峰等人的动作相当快 兵破天雄皮毛那么坚实 他们也只是 用了不到顿饭功夫 就完成了此行的任务 四只熊掌 一个熊胆 再加上天河全部到手 莫恩惋惜得到 可惜来不及 带走熊皮了 这么一张兵破天雄的熊皮 起码卖个五万金币啊 华峰冷哼一声 立刻撤退 先有命离开这里再说吧 这几个小家伙的父母 应该是出去觅食了 这边弄出这么大动静 恐怕段时间就会回来 赶快走 话音未落 突然间 一声充满愤怒的 红亮咆哮声骤然响起 紧接着 四道硕大致恐怖的身影 几乎是同一时间 从山林中冲了过来 他们冲锋的样子 与之前那头冰破天雄 突然前冲百米 爆发冰刺攻击时 一模一样 华峰的脸色一下就变了 急促地道 莫恩带着小微和冰儿走 他的反应不可谓不快 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骤然冲过来的 四道巨大身影 赫然是四头冰破天雄 千万不要以为 这种天兽体积庞大 速度就慢 因为自身拥有风属性的缘故 他们的速度 比起一般天兽来 要快得多 尤其是这个冲锋的技能 瞬间爆发出的速度 更是极其恐怖 为首一头冰破天雄 体型格外巨大 比起天宫营众人 之前击杀的那只 还要大得多 他冲过来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地面上 那只冰破天雄的死尸 以及他口中的小冰雄 根本不需要别的刺激 一下子 这只身长超过八米 背后几毛 呈现为金色的 超大型冰破天雄 就陷入了狂暴状态 恐怖的身体 接着冲锋的急速直接跃起 那么庞大的身体 在半空中 竟然向后弯成了弓形 一双巨掌 狠狠地朝地面砸了下来 快跑 这个时候 谁都不能和这几个 大家伙硬扛 众人纷纷暴退 但是 这头体型巨大的冰破天雄 乃是这片森林中 最强大的一头 乃是冰破天雄王 本身就是 踪迹巅峰的强大天兽 同时 他也正是之前 那几只小冰雄的父亲 眼看孩子死了 他的状态之狂暴 可想而知 轰然巨想中 他那两只巨大的熊掌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顿时 宛如山崩地裂一般的感觉 悍然响起 在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 一道夹杂着冰雪的强烈阵波 混合着浓烈的黄色光芒 悍然扩散 这头冰破天雄王 可不只是体积庞大 他本身更是拥有着除了冰 风之外的第三种属性 土 此时施展的 正是土属性技能 名为大地的咆哮 不但是一个强横的群攻技能 更是一个强大的群体性限制技能 如果有人能够 他应到这个技能的话 毫无疑问 这将是土属性九星级别的强势能力